大家好,我是来自台湾的西卡 今天我想聊聊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人 可能你早就听过他的名字 他就是华语音乐的天王周杰伦 他是一个来自台湾的歌手 他不只会唱歌,也会自己写歌 他也是导演和演员 他是个非常有名,很有才华的人 他的音乐影响了非常多人 今天我想告诉你他长大的故事 周杰伦在1979年1月18号出生 出生在台湾的新北市 他的爸爸妈妈都是老师 他没有其他兄弟姐妹 家里只有他自己一个孩子 所以没有人跟他玩 他最喜欢做的事 就是听音乐和录音 他会拿着录音机 录自己的声音 录自己唱歌 或自己编的故事 他也喜欢模仿其他明星 模仿就是学明星唱歌跳舞的样子 他的妈妈发现 嗯,这个孩子很喜欢音乐 也很有音乐天分 所以不顾他爸爸的反对 花了很多钱 买了一架钢琴 还送他去上钢琴课 你想想 喜欢音乐的周杰伦 应该很开心吧 其实他变得没那么开心了 因为那个时候他才四岁 每天他都要练习 两个小时以上的钢琴 他的钢琴老师 很严格 很凶 如果他弹错了 或是不专心 他的老师就会打他 他的妈妈也很严格 有的时候 他实在不想练习 他的妈妈就会拿着棍子 站在他的后面 看着他 直到他练习完 如果他不听话 他的妈妈就会打他 当其他的小朋友 在玩 在看电视的时候 周杰伦 却得练习弹钢琴 他觉得 好不公平 你想 如果是你 你会不会放弃弹钢琴 周杰伦 也曾经想放弃 不想再学钢琴了 但是 等他 冷静下来 又忍不住 想弹 所以他没有放弃弹钢琴 到了他小学 到了他小学三年级的时候 他主动跟妈妈说 他要学大提琴 每次他去上大提琴课的时候 他要背着好大好重的大提琴 自己坐公车 去上课 他的妈妈看了 觉得 很心疼 可是周杰伦觉得 能背着大提琴 走来 走去 很酷 周杰伦 花这么多时间 在弹钢琴 学音乐 又没有其他兄弟姐妹一起玩 所以 他的性格 很内向 没有什么朋友 他14岁的时候 父母离婚了 他的成绩 本来就不好 受到父母离婚的影响 他的成绩 变得更差了 他也变得更安静 一直到他上了高中 他发现 很多人 都羡慕他会弹钢琴 也因为他会弹钢琴 很多女同学 喜欢他 觉得 他好有才华 所以 到这个时候 他开始有了自信 也交到一些好朋友 这些好朋友 也鼓励他 自己作曲 就是自己写歌 就是这个时候 周杰伦才真正体会到 他的钢琴 能弹得这么好 都要感谢 他的妈妈 感谢妈妈 拿着棍子 逼他练习 所以 他写了一首歌 叫做 听妈妈的话 送给他的妈妈 他想告诉 所有小朋友 不要因为妈妈 逼你练习 逼你努力学习 就生妈妈的气 要知道 现在努力 以后才会有收获 长大以后 你会感谢妈妈 你们小时候 有听妈妈的话吗 现在你知道 周杰伦长大的故事 你会更了解 周杰伦 是怎样写出 这首 听妈妈的话 你可以 去听听这首歌 然后告诉我 你喜不喜欢 周杰伦的音乐 接下来 你想不想知道 为什么 这么有才华的周杰伦 从学校毕业后 没有很快的 变成一个明星呢 而是去餐厅 当服务生 端盘子呢 如果你想知道 欢迎你去 Lazy Chinese的网站 你会在这里 找到更多 关于周杰伦的故事 那我们下集再见咯 拜拜